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耳鸣 头晕 心悸 肚子咕咕叫 打屁 肚子里有流水声 身上有些地方往外排气 脚皮开裂 脚臭 肌肉跳动 局部马养等等 种种反应非常多 几乎每个人都有 这些反应看起来都不太好 跟生病非常像 很多人担心打坐冥想做得不对 出了问题走偏了 实际上不是打坐冥想出了问题 而是你的身体出了问题 并且这个问题早就有了 只是一直没有发现 身体没有自我检查出来 原来身体问题越大的人出现的反应就越多 时间也会越长 一打坐冥想身体各种毛病都来了 但这些问题不是打坐带来的 而是打坐以后身体静下来了 身体可以自我检修了 说通俗一点 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累的 平时都在忙于工作和外部事务 即便是身体内部出了问题 也没有时间和能量来检修 睡觉是身体自我检修的好时间 但即使身体出了问题 说明仅仅靠睡觉这个时间来修复是不够的 我们要明白一点 身体出了问题以后 各种能力都会下降 身体的修复能力 自我检修能力也会下降 睡觉的能力也在下降 很多人睡眠不好就是睡眠的能力下降了 所以要增加修复时间 打坐冥想静心是让身体自我修复的好方法 自我修复有两层意思 首先你必须检查出问题 其次才是修复 身体很智能 在检测出问题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修复工作 上面说到的种种反应都是身体检测出了问题 同时也在尝试修复 不过既然是出现了反应 我们也不可大意 毕竟人在生病时身体问题加重时 也会有这些反应 如何判断不是加重了呢 有两个判断方法 第一 如果你没有急性感染 没有外因引起的生病 饮食上正常 人没有生气 伤心 害怕 焦虑等情绪 也没有熬夜 总之就是这段时间内没有做任何对身体不利的事情 你的生活一切正常如旧 只是增加了打坐冥想 这就可以初步判断不是生病导致的 仅有这个判断仍不足够 我们还是不知道身体在变好还是变坏 我们需要看到一些好的反应 一般你只要坚持一周以上 就会看到各种好转反应 每个人原来的情况不一样 好转反应也不一样 比如鼻子通气了 嗅觉变灵了 原来酸痛的部位现在好多了 精力变好了 身体感觉清爽了 睡眠变香了 脸上气色变好了等等 这些反应一出来 我们就知道身体确实变好了 既然不是生病 身体又变好了 那些看起来不好的反应当然是排病反应 排病反应有一个过程 只有病消失了 排病反应才会结束 在此之前 排病反应会一直出现 但程度会越来越轻 有些人这个时间很长 那说明你原来身体问题很大 你要保持耐心 打坐练气之后 身体的灵敏度会增加 正是因为灵敏度增加了 才能检测出问题 才会有各种反应 身体越好的人 身体敏感度越强 你看小孩子就知道 他们对什么都很敏感 他们从不喜欢葱姜蒜等调料 因为他们觉得气味太重 等你不敏感了 觉得这些东西不刺激了 说明你的敏感度下降了 所以我很反感抗过敏的药 也反感各种麻醉 镇静 阻断疗法 有位读者留言 老师好 又想请教您一下 本来坚持了差不多三个月时间的甩手 假庆坐之后 感觉身体有很多改善 但今天我们搬回刚刚装修好的机关办公楼 第一天上班 我进去身体却出现很大不适 自觉两边太阳穴强烈胀痛 并办恶心的感觉 但六十几个人为何只有我反应这么强烈呢 而且我在办公室并未闻到刺鼻的气味 只是离开办公楼在空地上确实感觉外面的空气 比办公室好很多 出现症状以后 考虑正在加紧排练准备国庆节目 我就去做了针灸 感觉有所减轻 但右边太阳穴还是隐隐作痛 心里就一下很畏惧进办公室了 这个情况是典型的身体变得灵敏了 打坐炼器让身体变得灵敏 这样的例子不是一个两个 全部都是如此 没有反例 我自己也是如此 很多人之所以得重病大病是因为身体不够灵敏 有东西伤害身体的时候检查不出来 不能远离这种伤害 最后就是生病 炼器之人如果修为很好了会六根通透 特别的灵敏 当然打坐炼器只是比一般的自然疗法要好 但它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好 有人问打坐炼器后能量增强了 是不是事业财富等各种都有了 这是妄想了 我们的肉体活在物质世界 你得遵行物质世界的规律 俗话说呼吸之间倒也 一个人的呼吸速度证明了一个人的人格修养 一个呼吸急促粗重的人说起话来大声大气 性子也急躁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每当呼吸粗重的时候 也就是他急躁的时候 这种人一旦遇到事就很难淡定下来 而一个呼吸云细悠长的人 无论遇到什么事 他总是能做到淡定自若 甚至别人惹到他 他的头脑也很冷静 不会轻易与别人发生矛盾 于是人家就会敬佩他 说这个人很有修养 那么怎样才能锻炼自己的呼吸呢 很多人可能想到了 通过打坐就可以达到这一点 确实通过打坐 一个人就能不断锻炼自己的呼吸 但是不知道如何打坐的人 他需要很久或者几年的时间 才能达到这一步 而一个懂得打坐方法的人 只需要很短的时间 甚至几个月就能达到这一步 那么如何锻炼自己的呼吸 一个人在打坐时 最好能做到双盘坐 所谓的双盘坐就是一条腿在下面 然后另一条腿扳上来 完全压住下面那条腿 压好后 再将压在下面的那条腿 从外侧扳上来 压住上面的那条腿 这样就是正宗的双盘坐姿势了 仅仅是这样 还不能更好 更快速锻炼自己的呼吸 有人说打坐时感觉自己很难放松下来 甚至打坐很久 打坐完事后感觉比打坐前更累 这是怎么回事呢 打坐后感觉更累 是因为人的肩膀没有放松下来 过去无论是哪一种修法 甚至外修练武的 也讲究沉间坠肘 其目的就是为了放松肩膀 当你的肩膀不放松 不但给人的感觉紧张 其实你自己本身就很紧张 一旦紧张 你就与打坐中要求的放松 背道而驰 打坐的时候脸部表情要自然 不要刻意做出各种表情 特别是有些人打坐腿疼 脸上就流露出 呲牙咧嘴 这个动作一定不要有 因为你一紧张 你打坐所吸收的能量 就无法正常通过脸部的经脉 甚至打坐时脸上表情过多 也会造成一个人的脸部变形 打坐的目的就是在打坐中 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身体 各个方面的姿势状态 一旦发现哪里有不放松 甚至与放松的要求有差异 就要及时调整 当你能做到以上的要求时 你就会发现你的呼吸 变得越来越匀细悠长 可能开始的时候察觉不到 或者自己平时习惯了 这种改变 但是如果一个几个月 没和你见过面的朋友 再见到你的时候 就会发现 你整个人有了很大的改观 这种改观不仅仅是呼吸所带来的 也与你平时打坐姿势的正确有关 因为你打坐时的正确姿势 能改变你平时不正确的各种姿势 当你的身体各方面姿势都正确时 你就会达到一身轻 甚至没有病的状态 这就是打坐 给人带来的最基本的好处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